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带您走进艺术家 畅聊艺术人生 感受艺术魅力 点亮星空 精彩无限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话艺术家今天我们继续跟来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的第二首席演奏家 胡胜华先生一起给大家聊聊他的艺术生涯 我们上期已经讲到了小胡 讲到了你进了乐团之后第一首剧又是土兰朵 然后刚上一期我们讲到说一样的剧还不一样的指挥是吗 是的每一个剧都是不同的指挥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对一个新手来说最大的挑战 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吗就很大差异吗 非常大差异每个人的速度呀指挥的风格呀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抓住他的特点我觉得非常难 我们在这个大陆乐团如果晚上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有演出了 白天大家好好休息就是备战晚上的演出 听说你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全然不一样 白天要上班 白天排练 从大概早上十点左右就开始排练 排到下午大概两点 一点半两点那样子 然后我回来休息一会儿吃点饭 然后晚上七点半开始演 有时候演到十一点十二点 比如说到家都快一点一点钟了 我觉得体力很重要 体力很重要 而且似乎你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每天的工作 一到演出季的时候每天都是这样 我们一看哎呀多好啊你看在大多会这个舞台上 然后星光灿烂 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在歌剧的舞台上 永远看到的是歌唱家 那这些乐手在哪呢在乐池里面 你们排练是在乐池里面吗 排练有时候在乐池 比如说跟歌唱家一起排的时候 对 就是在乐池里面 然后比如说乐团自己排的时候不是在乐池 就在排练厅 排练厅 一般演出季一个演出季得演多少出路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演出 我知道比如说这个演出季说给你们 我们这个演出季有四个剧要演 是你们要全部要完成的 还是说分配你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分配他的任务是不一样的 这乐团全部跟起来 对 实际上我们 一个C人大概有二十几首歌剧 每次就是大概排个大概两三首歌剧 然后就是上演 然后上演完了以后 我们就像商品一样下架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排新的歌剧这样子 所以也是很大挑战 每次有传统剧也还好 但是你刚刚说到不同指挥 这是跟拍新的是一样的 其实是吧 对 对 其实大家没有注意 这个歌剧 它主要大家看的是唱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演奏员 如果演员不唱的时候 那可能有对白 他们能不能休息呢 你们是绝对不可能休息的 那作为小侯他跟我讲过 就说我们要实时备战 马上要进入到下一段 因为他不是一直一直唱下来 对 不像普奇尼他就一直唱下来 而且那个歌剧的题材也特别散 它不像教响乐 那么有规律 节奏都有规律 歌剧就是有时候慢的时候快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唱歌 他什么时候快起来 所以说这个节奏是非常难的 然后唱歌不唱的时候 你要数牌子 比如像我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 任务就是要数牌子 数牌子 要告诉后面 什么时候要进 你要有示意 对我要领他们 带领他们 对 那就是只要进入到演出状态 就是你的脑子里 都在那个整个音乐当中 就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尽管我们观众哈哈 看得很好 又哭又笑的 但是你还是依然要走 你在这个音乐当中的那一部分 对 乐丝是不能断的 完全 这个思想非常集中 我好像做这事不行 你说人本来人家就是 两个人都已经拥抱了 这事完了 但是你们还是要进入 不要着急啊 我们接下来还有任务 对 这也是歌剧之难的 因为他时间非常长 三个半小时四个小时 有些歌剧都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都有 还有连几天演是吗 没有 就是从下午一点到晚 真的是有人看是吗 有人看 那也是最难挑战的一个 你见过的那些指挥家 我知道他又是指挥家 又是歌唱家 对 Domingo Domingo先生 他现在也指挥 他好敬业 我想聊聊这一位艺术家 是不是人也很nice 非常nice 他现在年龄大了 现在也唱 有些歌剧他也唱 对 非常敬业 好了不起 非常敬业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指挥家呀 歌唱家这方面呢 这个小胡呢 是他有 这个就是什么 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可是像他刚刚说的 他哪有机会 哪有心思 就仔细好好看看 哇 今天是Flaming来了 明天还是什么 这个呢 真的是不能入口 很难 很难 对 自己全心声要投入 在这个音乐当中 就是唱 歌唱家在上面唱 基本上看不见 基本上只能靠耳朵听 靠耳朵 然后跟指挥交流 对 这也是最难的 要听歌唱家 还要看指挥 还要跟各个的声部 协调 协调 对 这是最难的 这个大家知道了 将来学习 还遇到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做外行呢 可能还真的是不太清楚 所以行行出状元 在你这个位置上 你有很多的更多的一些心得 那对于像这个家里生活 好像 你照应的不太多 是吗 太太一手打理的是吧 去年一个季度是非常忙的 我太太也是非常累 对 因为刚生了baby 对 然后家里主要是靠她 对 我在外面就是 专心拉好琴 对 如果现在想让你 再给太太说几句话 你会跟她怎么说 就是说 我现在的成就 主要是靠她 我也是感谢她 对我这个事业的支持 对家的支持 非常感谢 也感谢你父亲 就是一路以来 把你领到这个道路上来 对 这一次是全家回家 回家 说是你在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假期 过的情况说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 也是 主要是休息 然后也练练琴 因为我 我把今年的新剧 在暑假全部练出来了 这样的话 我在C任的时候 我再练一遍 就非常轻松了 我看了你经历了 就是在大都会 一个剧院 这么多的这些指挥家 指挥家可以像我们 上学的这样班主任一样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对 他们都是用英文交流吗 全是用英文交流 对 就对我来说 还有就是指挥家的口音 也是很难掌握 对对对 我就想问这一句 比如说你像Domingo先生 他是西班牙人是吧 对 所以他的口音 还是有一点跟美国不一样 就是不同的方言的那种感觉 对对 还有北欧的一些指挥 英国的一些指挥 所以你要好好听 对对对 好好听 你看你们都坐在乐池当中 我看到这个叫什么的 Radio CD 他们最后呢 演出还能把人家升起来 你们这是从来不给往上升的 是吗 升不起来 那个台子是不可以升的吗 应该是可以 第三次演出的时候是不升的 演完了也不给升 也不升 对 只有人家导演上台了 你们是永远在被遗忘的这个角落 大家注意啊 以后你去大东会歌剧院去看演出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的话 去看一看那位华裔的面孔胡盛华呢 可以在演出完了之后 你走到台前 在乐池上 你发现那位领导的座位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位胡老师 看看他在那做的做什么 跟他说哈喽 那像你们像这个 我还是挺好奇的 过去从来没有听过歌剧 突然一上去 有歌剧 而且歌就是很多语言 歌剧本身也很多语言 对 有没有你们直接跟歌唱家之间 也有一些交流的 基本上没有 在台上基本上没有 在台上是没有的 没有的 那有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交流的话 那都是指挥 指挥跟指挥 跟唱歌交流 跟唱歌交流 对 在跟不同的歌唱家 不同的团队去演出一个剧目的时候 有没有也有一些 好像这歌唱家人 这口气他比较长 那个比较短一点的 对 处理不一样也有 那肯定有 跟拉琴一样 每个人做的音乐不一样 嗯嗯嗯 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对 是不是那个古典的更 对你来讲 嗯 还OK 虽然歌剧也要在那做的 嗯 可是呢有一些现代东西 就像美国的一些现代东西 好像还挺难把握的 嗯 还好 我觉得古典也很难 是吗 非常难 我以为每年都演的 就没有那么难了 对他们来说可能会这样 因为对我来说每个曲子都是新的 哦都是新的 对 嗯嗯嗯 在美国我们看到乐团 嗯很多呢 大家说你看我们在中国啊 都是小火啊 小鲜肉 拉琴 可是到美国这么多这个乐手 好像都是年龄 有一段的这样年龄的在去演奏 就说明那个位置还挺难熬的 大家一做能做一辈子 能做一辈子 有关这个歌剧背后的故事 还有胡盛华先生啊 他的这个演奏生涯当中的故事 还有多少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